大家好我們是萊品尹克 我是萊品尹克的共同專本人也是負責人 然後這邊是另外一位負責人和共同專本人 那我們今天就來講稍微介紹一下這個萊品尹克他就是做什麼的呢 首先萊品尹克他做的是在做數位教育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做數位教育這件事情呢 主要是因為我們發現到在疫情之後或是疫情之後或疫情之前 就會很多老師使用就是線上教學功能像是Goal Classroom或是Goal Meet這類的工具 可是我們其實注意到發現他們在教學上面很容易遇到一些技術上的問題 像是有時候不知道怎麼把兩個東西整合起來 或是不知道怎麼樣把它連接起來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問題之後想要針對這個問題點去把這個問題解決 所以我們打算用一個整合的方式把這些功能給整合在一個軟體裡面 那我來稍微介紹一下我們的平台的主要功能 我們主要有四大功能分別為 班級 課堂 筆記和試題庫 那我先來一一來介紹 首先呢 首先呢班級功能就是指說把一個像是國文課這個班級好了 我就會有一個班級在這裡 然後裡面會有形式裡作業還有貼文三項功能 就是可以給老師來安排課程還有給出課程的教材或是安排作業 接下來呢我們看到課堂 課堂就是視訊上課 就類似我們所謂的Google Meet 可是我跟Google Meet最大的差別就是我們 將不同的功能模組化 像是可能是白板功能 或是影片播放功能 這樣用模組化的方法 插入到這個視訊上課的這個軟體當中 會讓老師比較順手的去上課這樣子 接下來是筆記系統就是我們希望就是學生在上課的時候可以不用就是 一直在軟體和硬體之間 去做切換 所以我們將筆記系統整合進這個視訊上課的軟體裡面之後呢 大家可以更方便在課堂中做筆記 或是用電子數的方式來呈現都是個非常好的方法 這是試題呢就是提供老師在做測驗啊或是作業的時候可以提供試題這個功能就讓老師可以自己出題目 或是我們我們可能有機會也會自己去整理一些題目來 提供給老師做使用就是讓老師可以更方便去做測驗這個事情 呃接下來就是我們這個專案的目標呢呃現在的目標肯定是讓他更更具完整性 就是說呢我們現在軟體已經有基本的俗形出來了我們像我們希望更加快我們的開發腳步 讓這個軟體更呃發展的更完整 然後我們還試著嘗試去跟不同的學校的呃 呃的像是校長之類的去談看看怎麼樣我們可以做合作的方法來試試看看我們這個軟體的使用 大概就這樣那接下來我用影片的方式來介紹我們的開發進入 大家好 我們要來展示目前來品一刻的開發進展 首先點這個登錄按鈕就能進到App中 透過電子郵件註冊的帳號會收到畫面中的這封信 這是為了驗證註冊者是否為該電子郵件的所有者 驗證完之後就可以使用帳密登錄 此外也可透過其他方式登錄 像是Google與Facebook等 接著迎接我們的畫面是裝覽 這個畫面會告知使用者 有哪些即將發生的事情 或者一些重要的資訊 就像是機車儀表板一樣豐富 此外我們還提供多種主題 跟使用者做切換 在這個時代我們會使用各種不同的專制 舉凡手機、電腦、平板等 因此我們針對不同專制的介面進行最佳化 以提供使用者最好的體驗 接著我們要向大家展示正在設計中的內容 這是新的總檔畫面 加入了快速捷徑影音紀錄 與課程即將開始的通知 不此之外我們也在針對平量與形式立系統進行設計 稍後會詳細介紹 畫面中就是新的登錄畫面 將與整體設計語言統一化 並且新增了一個精緻的小知識畫面 會依據季節與活動定時更新 登錄Library學習知識前 也可另外學到更多內容喔 這個則是手機版點開左上角的 漢堡式選單會展開的畫面 裡面可以看到通知 設定與常見問題的內容 這就是截至目前設計稿的內容 接下來我們要來簡略介紹 規劃中的功能 IPIT語記有四大主要功能 班級 客談 筆記 字體 我們選擇班級作為最優先始作的功能 因其是使用者互動的中心 途中就是從建立到加入班級的流程規劃 我們正嘗試如何讓界面簡潔並好上手 此外在班級這功能底下會有四大功能 分別是形式力 作業貼文與評量 我們預計透過模組化的方式設計 讓不同地方都能重複利用這些功能 經歷數個月的開發 數次的會議 數次的coding 數次的設計 萬萬未來IP 能改善線上學習 最後感謝各位的觀看 祝大家紅兔大展 好 讓我們感謝各位團隊的發表 接下來看 科評審有沒有問題要提出 請教團隊 你們現在設計的概念 是 那個老師教學生學這種傳統典範的概念 就是 譬如 那個Google Classroom也是這個概念設計的 那你沒有考慮到就是說 這個 典範正在被 時代淘汰中 那往下 是不是什麼 是不是應該 應該設計更多 去幫助學生自主學習的概念 就是未來的 Class 2 是不是比較有更多 學生參與課程治理啊 對不對 或者群學啊 這些元素加進來 那基本差別就是 很可能傳統式 是多升一課表 現在可能已經走到一升一課表 那你們有沒有考慮過 把這些不同的 新典範的 那個 學習概念 融到這個軟體裡面去 謝謝 我想問一個定位上的問題 就是這個平台它的 目的上是取代Google Classroom 還是與Google Classroom並行 對就是 對於組織它可能已經有一些既定的選擇方案 然後 如果你要取得 選擇取代Google Classroom的話 其實你的工本會非常大 你要開發的成本也非常高 那我想確定一下這個專案的定位在哪邊 你們剛提到一個概念是 關於整合的概念 那其實剛剛提到定位就是Google Classroom 第一個直覺也是 這跟Google Classroom有什麼不一樣 但是我有發現 其實很多學生在使用Google Classroom的時候 就是它有很多課程 然後 它每個課程裡面又有很多的不同的選項 那你們剛剛的分類不是照課程分 而是照 筆記什麼的 所以你們是做怎麼做整合 它是不一樣 這是我很好奇的 那我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想要問一下 有訪問老師或校長 那這部分有沒有什麼 他們有回饋什麼意見 可以說明 評審的詳細提問 請團隊針對評審提出的問題進行回答 好我從第一個問題回答好了就是說呢 剛我提到就是我們可能有新型態的教學模式 這個事實上我們是有考慮到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提供就是不管不管是不是老師 都能夠開啟的課程然後使用那樣的功能 可以讓學生可以互相學習互助這樣的功能 我認為互助是未來很重要的一個技能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 我們未來會做更多的整合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子 對所以說 這個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接下來我看到就是 我們是不是要取代 Google Classroom這個問題 其實 應該說我們的功能 其實跟Google Classroom真的很大 當然我們最希望當然是 大家都會用我們的問題 而不是使用Google Classroom 我們跟Google Classroom的 最大的差別其實就是說呢 就是用使用者的角度去開發 就是說我們更清楚使用者的想法 所以我相信我們可以開出 比Google Classroom更順手更好用的軟體 呃接下來的問題呢 呃是 哦整合嗎 呃整整合的部分就是指說呢 呃我們我們就是跟Google Classroom非常熱 非常熱那個 類似類似類似 就是以課程為基礎做延伸的 所以說是非常類似的 然後我們會 呃把不同功能用模組化的方法帶進來這樣子 然後我們剛剛還有提到說就是學習資源的問題 事實上我們這只是 我們呃其中一部分的功能 事實上我們一開始在規劃這個組織的時候 這還有講到收集自學資源的問題的 不過因為那個部分比較 呃複雜一點點 所以我們打算先把軟體的部分實做好 再來把資料再做處理這樣子 接下來就是 師長的回應這部分就是 呃我有問過就是我是讀明道中學的學生 我有問過我的校長就是 對於這個軟體我們怎麼樣去推廣會更好 就是校長有跟我告訴我說呢 如果我有如果我們 團隊的軟體有需要的話呢可以跟學校的老師們去做溝通 校長有說就是我們可以跟 學校去做溝通 可以讓學校來使用我的軟體 後來呢我也有去問了一下其他學校的同學們 就是說他們在數位學習上的問題 還有一些困境 我們覺得我們未來應該可以合作的夥伴應該會蠻多的 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們掌聲感謝團隊的報告與會 但是基本上學校去呢 其實剛剛所找到的